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三藩市灣區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 外語飛 又回到時事觀察的第二節 第二節就講國歌的問題 由美國講起 美國最近有一則新聞 是10月8日星期日 美國副總統彭斯 就在自己家鄉印第安納州 去看美式足球聯賽 不過因為又有球員在奏國歌時 單膝下跪 即是沒有縮立 彭斯就中途離場 以示抗議 事後 白宮就發表聲明 如果再有人在活動中 做出不尊重國歌 國旗或軍人的行為 彭斯和總統特朗普都會拒絕出席 同樣是球賽前奏國歌的問題 在香港的情況和在美國 真是天淵之別 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梁孔德和 副主席貝君奇 他們雖然都認為 部分球迷喝國歌的行為是不恰當的 令足球總成為受害者 給國際足協罰錢 但是香港這個受害者似乎都幾不作為的 因為在十月初 香港對老窩那場賽事 繼續有人喝國歌 受害者足球總的主席梁孔德就認為 喝國歌的情況已經被世界杯外圍賽當時有改善了 梁孔德指出足球總沒有辦法控制球迷的行為 我真是不明白梁孔德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所以局面才那麼失控 而躲在機制後面 有意或者無意不作為的人 其實很安全的 他們甚至比有頭有面的反對派更安全 因為人家不懂理 機制不作為 是集體負責制 不一定有人需要承擔責任 喝國歌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麼難處理呢 似乎不是 你查到哪些是搞事主導就行了 十月十日網上新聞平台 《時民香港》就貼了一篇猛鳥文章 篇文很厲害的 有很多獨家消息 作者查到 喝國歌的主力是什麼人 以下跟大家分享這篇文的內容 因為是網文 大家不一定留意到 這篇網文的作者叫做王新貴 篇文叫做《忽然出現的球迷》 以下是篇文的重點 文章的作者就發現了 香港在好幾次對外足球比賽裡面 喝國歌的港獨球迷 他們不但衣著統一 口號統一 而且又賣道具的 王新貴就好奇了 門票不便宜的 為什麼會有人這麼有錢 在好多場對外比賽賽事裡面 都買大批門票 另一大幫衣著統一 有組織的人 可以借足球賽事來宣傳港獨 王新貴為了揭開神秘面紗 他就故意坐在這幫球迷的區域裡面 王新貴聽到他們說話 發現原來那幫人 是由八家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去看球的 編文順著這個驚人的發現 順手探究八家大學學生會的組織性質 以及每次用十幾萬港幣去買票 錢從何來 王新貴接著下去查到的發現 更加驚人 我也是看了這篇文後才知道 首先 原來香港大多數大專院校的學生會 絕大部分和學校本身是沒有從屬關係的 這真是很驚人的發現 具體的說 在八大院校學生會之中 只有中文大學學生會 仍然根據中大的條例來組織學生會 在法律上仍然從屬於香港中文大學 而中大之外的七間院校 他們的大學學生會 原來都已經自行向香港警務處進行社團註冊的 性質是非牟利組織 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為例 原來這個名字和香港大學有關 在體制上和法律上都不是香港大學的一部分 是兩個獨立的法人單位 王新貴還查到 原來近年香港大學學生會 還將學生會的編輯部和電台都另外獨立註冊 我個人認為是很不簡單 有計算過的佈局 後面一定是另有高人指點的 王新貴篇文接著就說 眾多的香港高校學生會都經濟實力強勁 不少還擁有自己的資產和物業 作者根據2013年的公開資料得知 香港那些大專院校學生會 都有獨立的管理和財政運作 會址、合作社有些還是自資物業 資產之中還包括商鋪 而學生會營運資金的來源 大部分是會員每年繳納的年費 新生登記費 以及來自社會和校友的捐款 還有是校方和特區政府的撥款 以香港大學為例 雖然港大和港大學生會是兩個獨立的法人單位 但奇怪在於 港大學生的學生會會費 竟然是強制收取的 是由校方包在學費裡來代收 即是一定沒有走雞 是校方收完學費之後 就分給學生會 亦因此香港大學去年 發生內地學生 拒絕交學生會會費的風波 因為他們認為 港大學生會搞港獨 不代表他們的立場 文章作者就說 這麼有錢 怪不得可以組織一大幫人 一場又一場 買票進去香國歌 說完七大學生會 原來已經成為社團組織 又點出他們很有錢之後 黃新貴就這樣說 在香港想註冊做一個獨立社團 原來很容易 根據香港社團註冊規定 只需要三個人或以上 持香港有效身份證 到灣仔警察總部牌照科 或勞工處 就可以註冊為社團或黨派 香港現時已經註冊的 大大小小獨立社團和黨派 原來最少都有十萬個以上 換句話說 即是只需要有三個大學生 拿著身份證去註冊 最多不超過三個月 就可以成功註冊一個全新的大學學生會 你只要稍微改一下名字 不要撞名就行了 我的觀感是 香港被人很容易註冊為社團或黨派 但成立之後 就好像不是怎麼管他們的運作 組織臨立的香港 你可以說它很自由 百花齊放 但是也可以說是很放任 不作為公務網管 黃新貴的《忽然出現的球迷》這篇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找來看看 節目結束之前做個總結 和第一節講的一樣 別以為有個機制 還是個已經合法註冊的組織 就以為他做的事一定有代表性和正當性 好像香港大學學生會 原來不代表香港大學的 兩者是互相獨立的法人單位 我是看了篇文之後才知道的 而香港看似有規有舉的背後 究竟有多少東西只有個學 其實是用個學去做些不正當的事呢 真是不查不知的 第二節的時事觀察到這裡為止 我是如飛 下星期再見 拜拜